大家好,现在是早上的6点15 我们这个牛已经快喂完了 最后一点草吃完就结束了 目前是我们这批牛到家的第8个月零20天 我们养了他们整整8个月20天了 昨天一天我都在打这个玉米和粒 然后基本结束了剩个一千斤左右吧 今天上午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剩下的玉米打完 然后把这个玉米棒收起来 把玉米粒都弄干净了 要一上午的工夫 憋住了是吧 嗯,剥米湿都打 剥米湿 没有人的剥米干的 剥米一点 我们昨天一天弄的 一万多斤 然后这个自己家的玉米还是有一点湿 没有买的那么干 所以 磨面的时候放的口太大了就容易堵死 还是机器太小 我爸爸今天要拌的料都准备好了 沾这儿浓缩料 这个玉米鸦片都放进去了 然后现在磨的是今天要用的面 每天这60头牛 59头牛每天得500多斤吧 然后这边是要用的草 一共7块草 那边还有点酒糟 这点酒糟我们用完估计不会再用 我们这个喂草的方式不行 用这个袋子装上酒糟之后特别沉 我们两个都觉得太累了 所以打算放弃酒糟了 吃床时间了知道吗 开始的时候是5点37 现在不得6点20 6点半了 吃了45分钟了 这边吃的慢一点 人家这边都吃完了 还是有酒糟的问题 还是酒糟它吃的慢 而且我怀疑前两天牛拉稀 就跟吃这个酒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人家没有给牛吃这个酒糟的时候 好长时间都没有拉稀的了 这边这边草三四个拉稀的 还有还能喂两天酒糟 要不咱喂完就别喂了 那点喂完得了 拎袋子也沉了 我也拎够了 可沉可沉的了 那一袋子都得六七十斤都得 没有设备 有那个撒溜车吧 沉点都无所谓了 加酒糟太沉了 不喂了 我们家这个不能叫秃头 这个小鸡脚 前几天有那个 收总工牛的人过来看了一眼 然后他想要这个牛 但是他又觉得这个牛有点瘦 让我再养一养 然后联络它 长得挺好 确实瘦 因为远的总工牛 它这个架子都比较大 长得又高 然后伸的又长 那你这样的话 同样是一千二百斤 别的牛看着就可胖了 它看着就比较瘦 标情不好 那如果它最后长长了 我觉得一千七八百斤 因为它都不大 长得就很大 现在我们同一批买的牛 长得好的跟长得坏的差距 已经很明显了 给大家看两头长得好的 再看两头长得差的 它们中间的这个体重差距 我觉得应该在三百斤以上 这种的 这种的都是长致比较好的 这种的 这边都是能吃的也能长的 体重在一千二百斤左右 一千一百大几十斤的 这个牛是后来居上 就这个月长致非常明显 个子明显的变高 甚至也明显的变长 肉也变多 长得非常非常快 上个月的时候还特别瘦 这个月一下就起来了 很快 这个牛到后期长势来的时候 你挡都挡不住 还有这个黑边花 这个黑边花长到一千八百斤 它才算满标我觉得 身子太大了 现在估计一千二百斤了 身上看着还是没什么肉 脖子还这么细 这就是骨架大的牛 它可以养得很重很重 像这种骨架小一点的 一千一二百斤 脖头都开始起了 它这个脖子都开始变粗了 最终的体重估计定格在一千四百斤左右 一千四百五十斤 就那个样子 还有这种呢 这个大黄 这都是长势比较好的 这个大鸡脚 整段时间有三天长精卵的 三天没吃没喝 三天没啪的 足足占了三天 然后打了好多那种增加长蠕动的针 连着打了三天针才给它治疗过来 现在一切正常了 还有这个称重的老黑 这个安格斯1月30号我们称重是一千一百九十斤 我觉得它是长的越大 然后体重增加的越慢 一线体重应该不会太大 再看长势不好的 这是一个 长势也不能说不好 反正是没有那些牛是看起来明显 长的慢一点 然后这个牛 这个牛主价还可以 但是瘦 我觉得它也许某一个月就像另一头牛似的 就是一个月就长起来了 它现在是有骨架没肉 我觉得也能长得起来 吃喝都正常就没问题 再下来就是我们家的两个老大男了 小黄 小黄过来一个多月 就是也有变化 脖子我看起来粗了一点 但是个子还是那么矮 没什么太大的发展潜力了 一千二百斤一千三百斤我就知足了 然后还有我们家这个 铁牛 铁牛 铁牛估计体重就是八百五十斤到九百斤左右 还是个子有没有肉 然后不能吃 吃就少 确实是尽力了 能长什么样子算什么样子 现在已经七点了 我们这个活都干完了 然后我爸也回来了 我们进宫吃饭 吃过饭我们再把那个剩下的玉米都收拾完了 就是我们大的工作就都结束了 再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就就是安安心心的养牛喂牛就完了 就是草垛都弄完了 就省心了 趁着我爸妈在家把这些活都干完了 我们再下来就能省很多事了 省很多时间就接送孩子喂牛 你是 謝謝